總統大選 今天國民黨侯友宜公佈住宅政策 但是藍白河仍然受到關注 侯友宜坦言原本今天要進行政黨協商 卻又延期 含話柯文哲不要再拖 而柯文哲則說希望盡快有結果 但是如果要組成聯合政府 國台銘也應該要被納入 民進黨賴清德今天出席的資本市場論壇 表示如果當選的話 要推動能源轉型以及深度的節電計劃 2024大選倒數78天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及公佈住宅政策四大主張 包括居住正義一百二十萬戶 推公地地上全住宅 以及成立行政院層級的中央住宅委員會等 不過外界關注藍白河進度 後遺坦言原定二十七號 要和民眾黨柯文哲政黨協商 卻又因故延期 讓他喊話柯文哲不要再拖 你先把總統的方式 先跟政黨趕快做決定 我一定在政黨協商的過程當中 不是你要不要排除我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柯文哲表示協商最後期限是十一月二十號參選人登記日 但也希望儘快有結果並說要組成聯合政府 郭台銘也應該被納入 不過郭台銘已經連續五天沒有公開行程 搭檔賴佩霞則走訪宜蘭羅東連數站 呼籲支持者衝刺臉書 至於民進黨參選人賴清德是以副總統身份出席臺灣資本市場論壇 在致此時特別提及希望未來推動能源轉型以及執行企業民間深度節電計畫 簡綜合報導